但是有在使用的角度来讲 对企业来讲 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管理的 有些是丢给别人管理的 但是这个private我特别要提一下 所谓private是不是就自己要买硬体来做呢 不见得 private cloud我有可能是 我真的自己有 我要做capital investment 我要买的机器我要来做 我自己做出自己的一个云端 但是也很有可能是 你的private cloud是摆在别人的public cloud上面 是摆在external hosting的 不见得是自己家里的 你的机器不见得是 你是private 但是不见得是摆在你自己家里 就跟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 它有内部的网络 但是我公司面像中国信托 或者是任何一个大银行 它有每一个城市都有分公司 但它公司跟公司连接的那个网络 是不是它铺设的 不是它铺设的 可能是中华电信的 或者远传的 那个叫什么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它自己并没有拥有那个线路 它不是独一无聊线 但是它在那个 Virtual的那个线路里面 传输的资料是经过加密的 经过这个 所以它把它的公司的分行 连接起来的时候 那就很像它自己拥有一个 私人的网络了 那Cloud也是类似的概念 你不用自己真的是要买来电脑 你可能摆在Google上面 摆在Amazon上面 但是呢你有加好安全 自己加好防火墙 别人进不去的 别人能够能够做 那这个呢 那这个Eternal Hosting的Private Cloud 也也也也 所以不见得一定是要自己拥有这个硬体 所以这个 这个Private Cloud的观念大概是到这 不见一定是 你可以乍看名字的话 你要是我自己拥有 所以 所以有这个Private跟Private的这个Deployment不同 那比较未来 看起来大概都会走这个部分 Hybrid Hybrid就是说 我可能有好多 我的东西可能有的东西摆在这个Private 有的摆在那个Private 那我公司里面内部还有一些Private 那他都提供一些 各种的运算 然后储存 然后资料库的服务 那你自己做一个动态的调配 那所以 不是说我丢给他就OK了 那这个如果是大一点公司 你自己就要想 到底是 我要怎么样做配置 怎么样最小的付出 得到最大的收获 那这个 那就是Hybrid Cloud 那IBM这个在早期 他有一个IBM的Cloud Architecture 这个我就不详细看 这个 基本上Cloud里面 就提供Cloud里面叫有Monitor 有很多 那我们在后面那个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那这个图是Cloud的Nutempo Nutempo就是Cloud里面 在我 如果做一个Cloud的Provider的话 我里面需要有什么东西 然后提供 那当然下面 也要你需要一堆的硬碟 一堆的网路的这个 然后呢 有一个虚拟的 Round Time的环境 对 那 然后当然你要收费 所以你必须要收费的 这个 Paper Use 你要收费的一个系统 然后要 Adentity Management 到底谁来用 所以那个 使用者 像我刚才讲到 从国小一年级到国小六年级 同样的同学 有六七个账号 那这个那就不好 这个不是一个Cloud 那这个 那我们 所以 使用者的Adentity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呢 我要能够调配 我自己后面的资源 对 我要让 我中间后面某些 当掉了 某些这个 硬碟坏掉了 这CPU当掉了 我要不要让使用者 没有感觉到 那 那为什么 我现在先讲一个数字 就是不管是Google的 或Windows的 他们 在后面都 一个资料都帮你 至少存三份 就是有三 它的系统的设计里面 就有三份 就是预备会坏掉的 Dynamic Provision 的Engine 在这里 然后要Monitor 要看看 有没有坏人 要跑进来 要Monitor Security 也是安全的部分 就大概 有那么多的 子系统 然后一个Portal 给外面 给外面 那些人 把他的服务 架在你的 这个上面 那你提供 他这个环境 那这个是 NIST的一个架构 他做一个 Tesonomy 就是说 我们使用者 在这里消费 然后我这个开发者 在这里开发 那真正的一个 一个Provider 在里面呢 要提供很多 这种管理的功能 这边是管理的功能 还有安全的这个功能 管理功能 里面有很多了 管理功能包含了 你用了多少 我要Meter 我要收费 然后我要动态 我要监控 这些 这管理的 有一堆的 在Cloud 那这些东西 都要用OpenStandard 因为Cloud跟Cloud之间 要能够沟通 那这有没有 现在几个大公司 都在一起 往这个路上走 就Cloud跟Cloud之间 他们要能够沟通 有一些共同的标准 那然后 都能够提供 虚拟的这个image 那这里就 我们刚才谈的 SAS PAS Infotrage Service Platform Service Software Service 这几个 那这几个 都通通都标准化 然后提供出去 给客户 给客户 或是给 一般的客户 就使用者 或者是给这些 他的客户也是 有的是开发者 程式设计师 这些 或者是一些 软体公司 也是 这个Cloud的客户 所以有个不同的客户 他们在Cloud里面 用不同的用法 来使用这个Cloud 好 那 那我们在实务上面 我们看两个Cloud 一个Amazon 一个Google Amazon最重要的Cloud 叫EC2 叫Elastic Elastic Cloud Compute Cloud 叫Elastic Compute Cloud 就两个C EC2 这也满久了 它这里面 是让你把所有的服务 都搬上去 然后 搬上去以后呢 它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类似的 类似 其他的服务 包含了这个 儲存 儲存叫SIMPLE STORY SERVICE 叫S3 就儲存 你可以把大量东西 儲存上去 它能够成功 大概是在好几年以前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他们 报纸 他们 纽约时报是 百年大报 对 它里面很多的 那个 报纸的 这个 Image 他们 电算中心 要花很多钱来维护 那他们决定 自己不维护了 通通丢到Amazon Amazon帮他 那Amazon也很好啊 因为Amazon 他平常只卖书而已 我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 computer resources 我卖书 他开始帮纽约时报 做这件事情 那 其他人都还没有 Cloud的这个概念 他就帮他做 跟他收费 那然后 那纽约时报发觉 哇 我这样子 我省好多 就这个 纽约时报 他省了非常多的钱 那所以 所以一开始 所以他慢慢 他提供很多 这一类的服务出来 这ManReduce 对做科学运算很重要 等一下我稍微提一下 那其他的大部分 都是以系统来 整个系统搬上去 那这个 那 所以New Time 他说 他有1851年到1922年 有 有1100万个Article 那 然后ImageData 有4个Terabyte 很多了 那 那 需要24个小时 才能够 这个Convert成PDF 所以 所以他 但整个算起来 他省的要很多 那 那我刚才提到 像我们自己 我跟他申请一个 他给了5000块钱美金 那就是 他也 不管是做研究也可以 研究也可以跟他要 然后这个 教学也可以跟他要 就是这个 然后他提供你这个 学生去使用的这个环境 把你的环境丢上去 那这个 他都 所以Amazon 但Amazon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在亚洲的这个 Infrastructure设置 他没有投资 但是他 今天刚刚有一个新闻 他要在未来两年内 要大量投资亚洲 但亚洲没有投资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现在用他非常的慢 用Google的OK 因为Google在亚洲 他有很多的truck Google有Google truck 一个货柜 里面的一堆的computing 他带着就 他到什么地方架来 你要access这个Google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到那个 没有到Google 没有到加州去 实际上他 他有好多cash cash在你的 各个好多储存在他的卡车里面 那所以他做一个 对他三的很方便 很快就能够做 他投资很大 Google在硬体的投资非常大 在全世界各地 那 那Amazon他在亚洲没有 他在美国跟欧洲他有 但是他要往亚洲跑了 未来两年之内 就要大量投资亚洲 所以未来应该是 还有 是可以的 那Google的叫做 Google App Engine 那这个主要比较 有点技术性 他用了一个不同的语言 叫做Python 这盲奢 你可以看到 Python这个语言 那这个语言 Google是 Google的服务 大概都是用这个语言写的 那可是Google在上个礼拜 他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语言 叫做Go Go 那个语言也是很好的语言 那是属于比较系统的语言 那这个Python 比较属于应用的语言 那 那Python这个语言 是 其实也蛮简单的了 那这个 就是 实际上比Java什么都简单 那Google App Engine 也可以用Java 但Java的support 非常的不好 目前的财量非常的不好 那 然后他的资料库 跟传统我们开发 用的资料库 不太一样 那他都有收费机制 刚Amazon也有一个收费机制 那这边 大家都有收费机制 说你频宽用到 多少GIGA 是收费多少钱 CPU是怎么样收费 每小时收多少钱 你出生在他那边 怎么收钱 然后这个 他都都有 然后那个钱一直在 一般来讲 你现在这个小公司 放到上面 是不是大概都不会 不会需要收钱的 这个 这还会赚钱 像我实验室摆在上面 然后加上这个 Google App 还赚了一些钱 这个人大使点点来点去的 所以这个 那 那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管理界面 另外一个好处是 他的管理 非常的好 管理的意思是 阿玛少子还是让他比他 也还不错 但不管怎么样 这种云端 他提供管理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一般来讲 我自己架硬体 架软体以后 你到底谁来用 用我的东西 谁怎么用 像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 我把我把我们现在上课东西 做到YouTube上面了 放YouTube上面以后 那我们上次上课的 的那个 我相信 我同学 我不知道有没有去看了 但是外面的每一个 大概都